欢迎收看耶诞节的 我爱动起来 我是林文 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 现在最夯的日本双星 就是在洛杉矶到齐队合体的 大谷祥品跟山本游身了 两个人最近都在社群网站上 分享了一起去吃日本料理的照片 那大联盟的官网还特别发文报道 另外大谷最近是化身耶诞老公公 送出了一辆价值大约400万台币的跑车 而且对象还是一名女子 这位幸运儿就是他的队友 Jo Kelly的太太 原因是感谢他们让出了 稻齐十七号的背号 大谷祥品穿上十七号稻齐球衣 正式成为蓝帽军团的一员 但是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队友的耶诞老公公 这是你的 是瘦黑 他想给你一个跑车 瘦黑 我试试 奥塔尼桑送出一台 价值大约400万台币的跑车 给一名女子 她就是队友Jo Kelly的太太 原来是为了感谢他们 让出稻齐十七号球衣 Kelly的太太Ashley 可以说是积极地帮稻齐 招募大谷的其中一人 当初在社群平台 自动发起活动 要大谷拿走十七号球衣吧 还幽默地拍成影片 直见Ashley一件件地丢掉老公Kelly的十七号球衣 还开心的起舞 就连儿子也找来参一咖 妈 What are you doing Go get your dad I don't want to miss you What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cause I'm not planning 最后写下九十九号宣布 Jo Kelly要换背号了 不仅制造话题 还完美处理了让背号的事情 也让熊迷大赞 他是最佳嫌内助 而大谷也相当大方 直接送出一台车 球迷表示真的是皆大欢喜 但最大的赢家 应该就是大谷代言的这家车商了 而就像大联盟官网说的 大谷跟队友们积极地建立交情 原本就是经典赛队友的山本游身 更是在他大力的号召之下 成功地穿上稻齐篮 两人分享了相约共进晚餐的合照 只能说抱歉了学长橘子雄心 这次的寿司派对是真的了 分别跟到期签下10年7亿美元合约 以及12年3.25亿美元的他们 肯定是要庆祝一番 华视新闻林文报道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